在2013年底时 我们的太阳监控卫星在太阳上拍到了这样一个大洞横在了太阳上 自此太阳突然就出现了异常的活跃表现 导致了地球上出现了20年来最大的地磁宝和机关 今天我们就来讲这个可能毁灭人类文明的太阳影响 大家好 我是老科 一个永远分不清前后别影的 旁边是太阳探索者小夏 大家好 我们又要讲太阳了 这段时间其实太阳的印象非常多 而且大家应该也有这种切身感受 进入今年以来太阳风暴地磁暴的次数非常多 我觉得观看新闻你应该不刹三次超大地磁暴 还有这些画面是5月11日12日 北京的朋友在长城附近拍到的粉色机关的画面 很漂亮是吧 很壮观是吧 很少女心 北京精灵长城的你看 天哪 北京能看到极光 对啊 也是因为太阳风暴 对 5月11号 地球遭受到了20年来最大的地磁暴 造就了这些壮观而美丽的极光 这次地磁暴是因为5月10号 太阳爆发了一个X1.5G的太阳风暴 太阳风暴以每秒超过200万公里的速度向地球射来 不过好在的是 这次太阳风暴爆发的位置位于太阳表面东侧 而地球位于太阳赤道附近 所以太阳风暴并非正对地球 人类文明呢就此就躲过了一劫啊 为啥说人类文明而不是人类 虽然说超强太阳风暴还是有可能会完全毁灭地球上的所有生命的 但是可能性毕竟非常非常低 到那个时候人类就只能流浪地球了 但是毁灭现在人类现代科技文明的可能性还是大得多的 在100多年前就发生过一次足以毁灭现代人类电力文明的太阳风暴 要解释这个东西 我们首先来解释太阳风 因为大部分人会把这两个东西搞混 其实它是两个不完全相同的东西 我们知道太阳内部无时无刻的不再发生的核聚变 并产生巨大的能量 这种能量通过辐射和热传导 这种效应到太阳的大气层里面 在太阳大气中 这些能量就将原子电力成带电离子 形成等离子体 这些等离子体在太阳引力和磁产的共同作用下向外膨胀 但这些等离子体获得足够的速度的时候 就会逃离太阳的束缚 形成太阳风 这样的太阳风 速度一般在每秒200到800公里 而且这种低速太阳风 或者少量太阳风带电离子流 是无时无刻不再发生的 随时都有 我们现在都能看到 我们平常看到南北极的机关 就是这种太阳风形成的 而太阳风暴的形成机理就不太一样 太阳内部其实不仅有何区别 而且还有不停的磁产活动 其实内部磁产活动非常复杂 它不像我们地球是个稳定的磁产 一直有这个磁产 但是它的磁产在不断的发生断裂和重连 在磁产断裂和重连的过程中 太阳磁产中的能量就会被示范出来 导致太阳表面出现药斑 日免抛射等剧烈活动 这些剧烈的活动就会向空间中 抛射出等离子体和高速带电离子流 同时示范出巨大能量 一个大的药斑 或者说是日免抛射物爆发 其能量可能高达10到25次翻交 简单于全世界每一个人挨一颗青带 当然这可不是最大的 大的时候一个人可能要挨好几颗青带 而药斑和日免抛射出来那些等离子的体和高速带电离子流 就是我们说的太阳风暴 太阳风暴呢 我们现在人类一般把它画成五个大级别 它的强度平定是一般是通过太阳风暴里面 X射线的强度来衡量的 其强度一般被分为A级 B级 C级 M级和X级 每个级别内部有细分为1到10个等级 A级里面有A1到A10等级 A11级就是B级了 B级也相同 B级有B1到B10个等级 再往上就是C级了 但是X级不同 X级的太阳风暴并没有上线 也就是说它不会再变了 但是呢 它内部呢是可以超过10的 就是说会出现X11级 X15级这种更强度更高的太阳晓斑 或者太阳风暴 也就是说理论上太阳风暴的强度 可以达到X100甚至X1 这种无限的往下加 无限强 刚才我们说吧 历史上其实已经发生过 足以毁灭人类文明的太阳风暴 这次太阳风暴的名字叫做卡林顿事件 1859年9月1日 英国天文学家理查德·卡林顿 在观察太阳表面的时候 发现太阳表面有个大量的太阳黑子和太阳药斑 这次观察记录了历史上最强的一次太阳风暴 后来就被称为卡林顿事件了 卡林顿事件之所以著名 就是因为这次太阳药斑的规模和影响力 都达到了全所未有的程度 据推算 卡林顿事件是由一次X15级以上的太阳药斑爆发导致的 当时大量的高能粒子流仅仅17个小时就到达地球了 一般来说就是普通的带电粒子流 或者说是级别小一点的太阳药斑的带电粒子流 要花一到三天才能到达地球 但高能粒子流在到达地球时就引起了强烈的地磁风暴 平时只有在南北极才能看到的极光 笼罩了整个地球 整个地球 对 整个地球 赤道都看得到 赤道都能看到地球 赤道都能看到极光 强到啥程度 据说一位美国洛基山的矿工 因为极光太亮了 然后夜晚单成白天了 就是晚上被照醒了 抓起他要带走的午饭就去上班了 走到地方才发现四年 走到地方才发现天还没亮 是吧 极光太强了 宛如白昼 也就是说南北极附近 极光已经可以让黑夜变成白天了 好就好在是啥呢 当时我们整个地球上 用的最多的电气系统是啥呢 是电暴系统 就当时这种情况 电暴系统遭到了严重的破坏 有的电暴机在没插电的情况下 就自己工作起来了 有的电暴机能用感应电流太强了 直接就烧毁了 而在路上那些金属制品 都带上了强烈的感应电流 甚至有的金属制品直接就自燃起来了 特别是旁边有可燃物了 因为强烈的感应电流有电阻 它就跟现在电磁炉一样 它就烧毁了 想想看 如果类似规模的太阳风暴 天在今天袭击地球 情况会是什么样的 整个电力都全部瘫痪了 对 全球的电力系统 对 还有电脑 电脑我们现在依赖的很多的 对 包括我们现在的拍摄系统 还有我们的卫星系统 对 就马斯克亏大了 对 马斯克亏大了 还有飞机 对吧 因为动车高铁都是电脑 对 玉皮车又上岗了 你爷还是你爷 真的 那个时候可能人类会回到真气势来 对 科学的尽头 又回到飞水 其实1989年的时候 就发生过一个案例 我们可以参考 1989年3月份 地球就遭受了一次 X4.5级的太阳风暴 那也很高 很高 但是还没到卡连顿时间的三分之一 就这样一次太阳风暴 导致整个北美大面积停电 它导致了美国气象卫星通信中断 多颗卫星被毁 并摧毁了加拿大一半的电网 导致大范围的停电 最久的地方停电时长超过了9天 这还只是一次次4.5级 而且这次4.5级还不是正对地球 好 我们现在来进入正题吧 前面的铺垫都完了 最近特别是2023年底以来 太阳的活动就变得特别活跃 太阳爆发的频率 爆发的强度 都到了异常怪异的程度 我简单来捋捋 2月9号13点14分 发生了一次X3.3级的太阳摇摆 这次太阳摇摆摆出现了太阳的右下角 2月16号6点53分 又爆发了一次X2.5级的太阳摇摆 2月21号晚上23点07分 一次X1级的太阳摇摆在太阳的左上角爆发 这次摇摆的强度相对较小 只有X1级 但是2月22号6点32分 也就是7个小时以后 紧接着前一天的摇摆 爆发了一次X1.7级的摇摆 这个也不是单天最后一次 而2月23号晚上22点34分 再次爆发了一次X6.3级的摇摆 这是单天的第二次冲打太阳摇摆摆摆摆摆摆摆 3月23号凌晨是1点33分 一次X1.1级的太阳摆摆在太阳表面多个地方同时爆发 3月28号晚上8点56分 也就是20点56分 又爆发了一次X1.1级的太阳摆摆 5月10号凌晨2点22分 爆发了第九次X级摆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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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去年2023年11月份开始 太阳突然变得非常活跃 并且根据NASA的推测 这还不是太阳最活跃的时候 目前我们只能归结自然原因了 太阳突然变得剧烈活跃 但是当科学家回溯过 太阳观测卫星数据的时候 发现了一个奇怪的东西 在一期节目讲过 SOHO卫星拍摄到的 大量太阳上的巨型飞行物 而我们这次太阳观测卫星 在太阳风暴密集爆发前 又捕捉到了一次令人震惊的画面 这一次是一片巨大的黑影 其实这个黑影 从2023年11月28日就开始了 它最早出现在太阳的左侧 这个阴影在整个卫星图片上 开始逐渐扩大 并且缓慢地从左向右移动 移动是因为太阳自转倒着 太阳也能转 这个阴影逐渐从太阳的左侧 慢慢地移动到中间 也是黑影 逐渐逐渐变得非常明显 我们刚才看到的12月1号那个画面 刚好这个就是在太阳的中间 到了12月2号的时候 这个黑影就移动了太阳的正中心了 如果我们这个时候 把地球按比例添加进去 你就会发现这个阴影的规模 现在如此渺小 而且60到100个只是它的平面的 是 不要考虑有体积 对对 如果是整个太阳是弧线 这弧面的考虑它才是更大的 对 而且其实更让人可怕的一点是什么呢 它刚刚掠过了地球的轨道 在太阳的轨道 所以说如果这一次太阳这个洞爆发出巨大的阳风 那一定是针对地球的 对 那就看什么时候到什么面 哪一面朝着太阳 谁就倒霉 我们先来讲这是啥 科学家确定 这个巨大的黑影并不是一个不明飞行物 而是一个日冕洞 日冕洞是太阳日冕中低密度区域 温度相对较低 所以显得比较黑 它的形成是源于太阳日冕中的磁产结构变化 使得这个区域的等于次体密度降低 这种低密度区域就会示范出大量的太阳风 你想它的密度变低了 它的磁产变低了 这些等离子体 这些带电离子流就更容易逃逸了 它就会示范出大量的太阳风 的确通常这种情况都会引起剧烈的太阳风暴 然而这一次最令人奇怪的事情就是 它没有犯出任何太阳风暴 连普通太阳风都没有 不知道 飞船吸走了 对不对 只能这么理解 我们来看一下 5月10号X1.5级的太阳风暴 它是多大太阳洞 这么大 只有那几分之一 三分之一或四分之一 对 它这个要斑点就这么大 而我们观测到的第二大日冕洞面积是2000万平方公里 但是这个2000万平方公里的日冕洞爆发了一次X9.3级的太阳风暴 X9.3级 可这一次我们面对的这个日冕洞它有多大呢 我告诉你们 它能容纳60个地球的话 它有60亿的平方公里 可能会如果正常应该爆发X5000级太阳风暴 对 但是它竟然没有示范出任何太阳风暴 我们又被外星人救了 对 我们只能这么理解 对 应该是帮我们挡了这一次 在 对 就像之前我们捕捉到的那个画面一样 对 一个黑暗的物体吸收了大量的太阳能量 对 然后就迅速离开 迅速就离开了 而且我们只能看到什么呢 只能看到它吸收能量 对 都捕捉不到它离开的画面 对 完全是不反光的 对 而我们这次只能理解为我们再次被人救了 对 被某些外星 外星文明 文明救了 要不然死了好多次了 对 看一下那个小星星撞地球 对 两次了 对 被人在空中击碎了 对 就不知道是谁 反正不是人为的 人没有那么高速的那种武器 对 如果排除这种情况 它就是有别人来救我们的情况 我们还有种情况就说明 有东西 把这个东西当成能量不及差 对 根据NASA推创太阳活跃区 其实大值会在明年的7月份 那么也就是说 我们在这个时间段内 我们可能还要经历多次 X级以上 甚至X10级以上的太阳风暴 那么怎么回事 太阳发生了什么 好吧 那随着太阳活动的逐渐增加 可以肯定的 就是我们在未来 还会遭遇到更多 更强大的太阳药般爆发 日冕洞 太阳风暴 那我们要面对这种毁灭级的灾难 还会不会继续有击碎隐石 吸收太阳能量的外星人来继续保护我们 或者他们只是让我们警告 让我们自己想到想 换救自己 如果你觉得我们的视频还不错的话 也请点赞收藏关注up主 这是对up主最大的鼓励哦 请不吝点赞订阅